关心捷运三阴县工地在下午一点左右发生了严重的公安意外 有五名工人衰落到三层楼这么深的地面上 三个人失去的生命迹象 另外两个人被救出 不过也受伤赶紧送医急救 现场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黄玉兰 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搜救人员在捷运三阴县工地现场紧急进行救援 因为位在三峡嘉兴嘉福路口的捷运工地下午一点左右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捷运工地在进行潮蹲灌江作业时 疑似因为灌江时阻隔的板膜承受不住压力而爆开 导致多名工人当场从三楼高的阴架衰落下来 现场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副市长的最新说法 目前有五位的我们的工人受伤 分别已经送到四个医院 现场的工地主任他们赶快一定要进行所有人们的了解 了解过后不容许以后再发生 衰落的四个人有三人被救出时是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一人清醒 四名伤者紧急被送往三峡恩主公土城长庚 以及半桥亚东医院抢救 而还有一名工人幸运没有跌落三层楼高阴架 受困在钢架内遭搜救人员紧急救出 至于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受困 警消都还在现场继续搜救当中 而捷运三阴县工地怎么会发生如此严重公安意外 详细原因相关单位正在现场调查理清当中 以上目前最近情况先把时间就往个棚内